由教育部国民及学权教育署委托花林县办理的109年 全国性多与多元文化绘本亲子共读心得感想争选活动 12号下午是在吉安国小举行 今年一共有多达750件的作品参赛 最后有147人获奖 期盼借由活动让亲子透过阅读和文字的力量 更深一步的认识移工新住民以及新住民的后代 所面临在异乡生活的辛苦以及心情 为了长话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学习成果 提升全民对多元文化的体认与交流 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 委托花林县办理109年 全国性多与多元文化绘本亲子共读心得感想争选 12日下午在吉安国小举行颁奖 多达750件的作品参赛 最后有147人获奖 尽管台铁东不干线尚未畅通 仍有不少外申士家长与孩子前来分享荣耀 教育在规划的时候 在中小学阶段 我们办理了一些相关的活动 就是希望可以提升 我们新住民文化在校园的能见度 也希望呢 借由多元文化 让学生呢 可以更加的肯定自己 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和有所 再觉得在学校呢 没有受到尊重 花莲有四大族群 民团 客家 外申 这个原住民 那现在还多了新住民 那为了彼此之间 能够互相尊重 互相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 所以呢 我们扣拓一些活动 让大家呢 互相彼此之间呢 能够了解 能够熟悉 然后来注重 来互相呢 建立一个友善的一个互动学习基础的环境 我想这是我们发生国中的最主要的目的 包含花莲县 秀林乡文栏国小幼儿园 副理商 东竹国小 收封商 风里国小 季安国小 北昌国小 国风国中等 都有不错夹击 执判以亲子共读为七点 鼓励亲子共学 透过阅读与文字的力量 认识不止移工 新住民新住民后代 甚至更多的国家与文化 理解文化的差异 带来多元的文化视野 拥抱国际族群融合 及多元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多元 记得蒋方燕姐安箱报导